首先看一下泡泡影 我就从这个议题来谈 就是说 严住民的加分何去何从 跟议长报告 我们严住民在过去 计策的时候 国中升高中 还没高兴 看这个面 加25% 总分 总分加25% 如果母语考试 加10% 总共是35% 来下一页 所以这个是有基础的 如果我们看 取得严住民文化 足以认证证明 总分加百分之 原始分数加35%来计算 那为取得 这个足以认证 它就有25% 逐年替减 就每年替减5% 到10%而已 但是12年国教之后 完全没有 都没加分 这个就是我上一次说明会 有跟局长说明 这个部分你们都没有考量 五都里面 我们希望说 既然中央丢给地方 地方要有这种认知 这未来也是这个趋势 因为这个有宪法的保障 一本就有保障 所以我要在这边 替我们的同胞来争取 高中升大学 继续保留35% 但是国中这个阶段 要升高中 完全没有 来我们看下一页 这个比序 百分之百 但是我不知道 局长 这个比序里面 会考也好 志愿序也好 或者是说 这个多元发展项目里面 我们把这个 百分之三属 要加在哪里 我相信 你们有一些讨论 来下一页 那我们看这个比序 总积分百分之百 我刚才讲 我们还没考试 我们总分就有 百分之二属 母女认证通过 就百分之三属 就有百分之三属 一百分就有三十五分 这个就是要保障 给我们弱势团体 那我刚这样子看的时候 我们检定 证照 来我们看下一页 这个检定证照 因减 初审就 这个初试 十分 副试二十分 既能检定 丙级 你就有十分 来好下一页 这个部分是之前 我们在说明会的时候 我把它列出来 你看你音简 你只有音简 好 讨论结果说 希望能够多演 好来下一张 我们有多了那么多项 除了音简之外 你还有托福 多益测验 剑桥国际阴影 外影能力测验 还有这个亚斯国际 阴影测验 你都把它放进来了 那独独 跟议长报告 这个大概都要到 补习班补习 这个都要花 这是民间的 我们逐以考试 是国家认定系 行政院严明会认可 这个建设 已经都有了 本帝就有了 这个本来就是法令规定的 但是我们没有纳入进来 那我是希望说 既然音简 外边的我们都纳入进来 我们自己国家认可的 我们没有纳入进来 好来下一页 所以我说这是有宪法的保障 这宪法怎么保障我们呢 这个中华民国宪法 征修条文第十条 国家肯定多元文化 并积极维护发展 援助民族以及文化 是加分的来源 是来自这一边 它的征修条文里面 里面最重要的说 国家因民族意愿 保障援助民族之地位 等等 其教育文化应该法令定制 我们的主义考试就是 因为宪法有保障 那现在你 十二年国教来了 哇 完全都没有保障 就其投资平等 我是觉得说这个原有的35% 我们应该来考量 那我是觉得要放在哪里呢 局长 就是多元的部分 我们多元的部分应该 那个英检的部分 因为你会讲说 这克语也有啦 台语也有 我叫克语跟台语还没有完全建制好 言住民语早就建制好了 这个已经建制好 而是国家认可的 你应该就应该放进去了 这样子多一点发展 我没有要求说 一开始就加35% 过去是这样子 现在只是说 这个多元项目里面 我们都说多元多元 结果只有英检啦 不过多元 那部落的 我上次也跟你讨论过说 我们部落的 说你一直要我变成外国人 我自己的母女 我告诉你 来先看下一页 我们这几年度 我们高雄市政府在办的 研民会在办的 99年度12班 437人 72% 100年度有26班 429人 70.2% 101年有19班 有471人 其实这个 如果你这个族语没有纳入进来 我告诉你 我们的族语会中断 这一段会中断 我不是说英检不好 也要 这个是大环境 大家必须要学习的 但是你要考虑到 要学习英语 那马下也好啦 桃园谁会开补习班 在那边 绝对没有人会开补习班 一定是在都会期 那我们旗头 绝对输给人家 但是他能够学习的就是 他的母女 他的母女如果能够认证 这个认证嘛 行政严明会规定 通过之后 他才可以理10% 那我没有要求到那么多 只是希望说 你把这一项纳入在这个 这个检定的部分 多元的其中 英检之外 他还可以用母语 母语 母语来做 所以我是希望 我们教育局这边 能够多考量 因为未来一定会 五都里面 如果你率先 我跟你说 你是领头羊 我们要的要就好的嘛 要第一 我们常常不是都得第一吗 这个部分你要积极啦 我是觉得说 如果我们高雄是率先来做 其他县市会跟进 我们不要被其他县市抢走吧 这个现在其他县市还在讨论中 如果今天我们定调了 高雄第一名 对弱势族情又更进一步 为什么我们不朝这个方面去想 这个本来政府就已经有定定了 你只不过是推一把而已 所以我是觉得说 这个部分 请局长这边 再重新去思考 你说会纳入思考 但是 我看你英语的部分 本来只有全民英检 结果现在多了好几项 但是就是没有主语部分 我希望加入主语部分 那这样对严罪名才有比较好的交代 要不然你这个35% 你怎么交代 这一般 那你会说 各项都有了 但是各项是各项 那是单一的 我们这个是总的 是全体原住民 本来就享有的福利 那这个享有的福利 现在12年国家完全消失了 怎么交代这些 我们原住民同胞 来我们请局长来答复 局长答复了 谢谢议长 谢谢尔登议员 我想关注原住民 学生他们学的母语 事实上也不只是他们 甚至包括课语 甚至连新住民语 我们现在都在重视 那当然当初在讨论的时候是说 那要不要把原住民族 那个语的认证的这个部分呢 当做一个加分 其实大家回归到那个课程的本质去看 那当然他们有些思考跟就是讨论 那因为除了原住民语 有比较定期在办认证之外 其他的一些语言 其实并没有比较有系统化的一个认证 那当然也不能过是因为他们没有而去否定它 可是后来最后大家考论到说 原住民族语的推动 其实公司是相当弱势 但是大家关心的是什么 十二年国家关心的就是这些少数的 算弱势的这个族群 他们入学的机会有没有给他增加 那我们的整个十二年国家方案里面呢 其实包括原住民他们都有两次 别人只有一次的申请 他们有两次 他一次可以用自己的分数申请 跟一般的孩子竞争 另外他可以用原住民的身份去申请登记 那原住民的身份去登记的时候 这个名额呢 他是外加2% 2% 比如说如果以雄中来讲 他25%的免氏入学 其中的2% 基本上就可以由原住民的学生用外加的方式入学 那他机会是相当高啊 如果以他全一年的话有840个 就以900个来算好了 比较容易哦 900个来讲 他如果25%的话 这将近100 我数学比较二 乘以29 2918 200多个 200多个免氏名额里面 他如果外加2%大概将近有40个名额 所以这个名额基本上对原住民的学生 如果他用那身份来申请 基本上是增加的 800是160乘以20 对 大概16 16个左右 16个左右 那么这样的一个机会事实上是有了 另外第二个志愿还是有啊 其他的第二个志愿学家 所以我们就说 以这样的孩子 如果真的他程度不错 他想要去挑战雄中雄女 那么事实上我们有给他外加的名额 事实上也等于保障 他们的一个入学的一个机会 所以我是觉得 这个部分我们采用这种方式 那至于原住民族语言 这个部分的高雄市其实上 我也跟尔登医员来报告 我们的原住民语的落实程度 真的获得肯定 今年来讲 我们新中国小参加 全国原住民族语的 那个比赛里面呢 总共拿到了 单一个学校就拿到五个奖项 评审对我们原住民的孩子的表现 那个最佳评审 他们语言非常的流利 非常的表现好 所以我相信呢 语言的推动会持续 那我们在这整个制度里面 我们还是会在多元竞赛那个项目里面 我们会多办原住民族语 甚至所谓母语的这个比赛 让原住民的孩子有舞台 可以表现他们自己 那那个部分也可以获得加分 所以我想这个部分呢 我们是采用这种方式来处理 我想关注原住民 关注少数多人 在十二年国家里面 是没有被忽略的 我想跟尔登医员来做这样报告 谢谢 来 再两位 我是局长说要加强这个部分 因为率先 如果高雄是率先 其他县市会跟进 这本来你刚讲的那个都是 他额外参加 不是每一个小朋友都可以参加 那我现在要的是 他一开始 你多一个选项给他 他如果没有钱去补英文 他至少他的强项 前母语啊 你也要给他肯定嘛 我刚讲你这个全民英俭 你都是外边的 你都同意外边考试 诶那个都还要花钱的 我们足以是不用花钱 又经济又实惠 又认同他自己 你为什么国家肯定的 你不纳入进来 外边的都不肯定的 那你都把它放进来 我们上次讲 你只有一项叫英俭 结果后来讨论结果 好几项都出来了 也都是英语的 那我跟你讲 我的同胞说 你一直要我变外国人 为什么不让我认同 我是本土的人呢 他有机会出国 那是大家的选项 你至少让他有另外一个选择 那刚才讲的 如果多台语也好 或者是课语也好 你也可以纳入进来 我们讲的多元是这样嘛 这个检定不多元啊 只有一项而已 那我在这边是希望说 把家长的心声也让 让局长能够多了解 就说这个部分 我们一直在讨论 但是我们一直没有纳入进来 你跟我说其他项目 那其他的项目都是单项的啦 当然都有机会 但不是每一个小朋友 都能够去参加比赛 那我要的是说 这个全民的部分 原本政府就有给他35% 我们都把它去掉了 然后起头是平等 那我们这个保障 我们讲的特种生 就没有任何的保障 只有那个2%而已 所以我要的是那个部分 所以你把雅量放大一点 我们做带头的 我相信 对局长是有帮助的啦 对我们高雄市是有帮助的 那也应该 因为原住民的同胞原地 就是天生比较弱了 他本身 本身在偏乡原地就比较弱了 对这个议员 你说要叫他接触英文 那机会很少的嘛 对吗 那局长就在进口里看看啦 在那减少看看啦 我们说因为这准就是 以前用分数在算嘛 所以可以算算数 现在就很粗的分三类了 分成三类嘛 那三个等级基本上要加分的时候 其实百分之几才能够说 经手基础代加强 是有一点技术上的困难 所以中央在定的时候 他们就把这个部分的 那个百分比的加分的部分是拿掉 那当然在高雄区来讲 我们也考虑到说 怎么去给他加强 那我想这个部分呢 我刚刚跟额登研报告啦 我们的母语应该原住民的孩子呢 在竞赛里面呢 还是有机会是可以拿到 很不错的一个成绩 这个我们会来增加他的比赛的一个项目 另外来讲 其实原住民的孩子 他们除了自己讲自己家乡的语言 我们对于英语的部分呢 我们这个政策下去 我们连茂林连山林 他们都把英语当作重点 而且我去到宝山国小 我跟额登研报告 我很感动 里面老师教那个宝山 那个八个孩子 他们发音呢 就我的角度去看非常的准 那表示什么 英语并没有在原乡里面被忽略 那未来来讲 12年国家 我们就希望 我们其实原乡的孩子 他其实英语也应该是可以受到重视 所以他们已经开始做准备了 内门 茂林 跟山林 他们都跟我讲说 局长 我们绝对不会放弃这些孩子 所以我想也 同时不偏会的情况之下 让孩子 原住民的孩子 也是更有竞争力的 这是我们的一个共同期待 是 所以多元发展里面 百分之百 他不是 百分之四十里面 我刚跟你讲说 一开始我们就 这张脸 我就百分之二十五了 这个都没有了 我只是 很简单的要求 多一个选项 多一个选项 他不学英语的话 他不是不会写 就像你讲 可能都在准备 他还有另外一个方向 就是说 他的主意 也可以能够帮助他 要不然 我告诉你 刚开的那个班 以后不开了 以后不开 他到时候 高中到大学 他就没有办法延续性 因为我们这个加分 是从国中升到高中 高中升到大学 都有加百分之二十五 那你现在都把它删除掉了 那未来 他宁可学英语 他不学母语 因为你这边没有让他有机会 我刚刚讲 你讲的那个什么 足以朗诵 足以续剧 那个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参加的 那我现在是总的部分 所以才建议 会这么积极说 要建议局长 在这个部分 多想一点 而且我们看下去 有绝对对 市府是有帮助的 这个形象 绝对是有帮助的啦 我们有这个先例 我们先做 因为未来也是会做 我相信我们未来 我们的立委 也会再从中央来下手 因为本身就有了 只是说我们 这次交易部没有纳入 让给地方做主 那既然地方做主的话 居使局长 你说OK就OK啦 你说不OK就没有啦 这个部分 所以我才会那么积极在这边说 这个部分你们要 很慎重的去思考啊 你说不的话 是全部都没有啦 所以这个部分 你在琢磨去思考啦 反正还有一段时间 我们还可以再讨论 好不好 你怎么办 警长啊 那个儿童言说这也熟悉的啦 你说话说 自己的母亲没有孤雷 孤雷他们的英文 不是说英文不好啦 你说话他们在 在那边乡你说 他要接受英文的机会 绝对比平地的孩子才少啦 是没有我说 你跟烈烈科有看吗 如果真的可以 高工区 就你说我们 帮助自己在办的 才会不好 研究看看啦 哈 中文 明年 际 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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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